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论语学习 我们还是一开始先一起诵读一下仙境篇第十一 仙境篇第十一 子曰 仙境与礼乐 也人也 后境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 无从仙境 子曰 从我于陈菜者 皆不及门也 得行 言冤 名子迁 染夺牛 重工 言语 载我子贡 正是 染有记录 文学 子游 子下 子曰 回也 非助我者也 余无言 无所不悦 子曰 孝哉 民子迁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帝之言 南戎三父白归 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 季康子问 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 有言回者好学 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无 言冤死 言路请子之车 以为之果 子曰 财不财 亦各言其子也 离也死 有官而无果 无不徒刑 以为之果 已无从大夫之后 不可徒刑也 言冤死 子曰 以天丧于 天丧于 言冤死 子哭之动 从者曰 子动已 曰 有动乎 非夫人之为动 而谁未 言冤死 门人欲后葬之 子曰 不可 门人后葬之 子曰 回也 适于由父也 于不得适由子也 非我也 福二三子也 记录问是鬼神 子曰 未能适人 焉能适鬼 曰 敢问死 曰 未之生 焉之死 民子视策 隐隐如也 子路 隐隐如也 然有子贡 侃侃如也 子乐 若有也 不得其死然 鲁人为常福 民子谦曰 仍旧贯 如之河 何必改作 子曰 福人不言 言必有众 子曰 游之色 西围于秋之门 门人不静子路 子曰 游也 生堂矣 未入于世也 子贡问 施与伤也赎贤 子曰 施也过 伤也不及 曰 然则施欲语 子曰 过游不及 既是负于周公 而求也 为之聚脸 而负义之 子曰 非武徒也 小子鸣鼓而攻之 可也 柴也鱼 身也鲁 尸也辟 游也厌 子曰 回也其树乎 吕空 赐不受命 而祸之因 亦则吕重 子章问 善人之道 子曰 不见计 亦不入于世 子曰 论赌事于 君子者乎 色庄者乎 子论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如之何文思行之 然有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宫西华曰 游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赤也获 敢问 子曰 求也退 故尽之 游也奸人 故退之 子谓于筐 言冤厚 子曰 无以辱为死已 曰 子在 回何敢死 记子然问 众游染求 可谓大臣于 子曰 无以子为义之问 曾有与求之问 所谓大臣者 以道是君 不可则止 今有与求也 可谓拒臣已 曰 然则从之者于 子曰 事父与君 义不从也 子路使子高为弊载 子曰 贼服人之子 子路曰 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 然后为学 子曰 事故误服宁者 子路 曾希 然有 宫兮华世作 子曰 已无一日长护耳 物无一也 居则曰 不无之也 如获之耳 则何以哉 子路率而对曰 千圣之国 舍乎大国之间 家之以商履 因之以积锦 有也为之 彼及三年 可使有勇 窃之方也 夫子审之 求尔何如 对曰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求也为之 彼及三年 可使族民 如期礼悦 以四君子 赤 尔何如 对曰 非曰能之 愿学焉 宗庙之事 如会同 端章谱 愿为小巷焉 典尔何如 古色兮 坑耳 舍色而作 对曰 亦乎三子者之传 子曰 何商乎 亦个言其志也 曰 穆春者 春福继承 贯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欲乎以 风乎于 永而归 夫子溃然探曰 吴语典也 三子者出 增悉后 增悉曰 福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 夫子何审有也 曰 为国以理 其言不让 是故审之 为求则非邦也余 安见方六七十 如无六十 而非邦也者 为赤则非邦也余 宗庙会同 非诸侯而合 赤也为之小 孰能为之大 好 读了很多遍 先进篇第十一 现在感觉有一点熟悉了 就是基本上读的时候呢 读上句呢 大概马上就知道 下一句应该读什么了 咱们这个一起学论语啊 这个诵读非常重要 如果说 要有没时间啊 选择是上来跟着读这个十分钟 还是听后面的讲解啊 我倒是宁愿大家呢 就是花十分钟上来 大家一起读一下 因为 阅读呢 通过不断的重复呢 可以在心里面呢 刻下痕迹 就像留声机一样啊 如果只是不阅读 只是呢 就听一下讲解的话 那就是浮光掠影啊 最后呢 其实心里面留不下什么东西 但如果两个能结合 那是最好的了 那咱们学论语呢 我自己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了解自己啊 那自己呢 是这个我们生活的 这个中华民族中的一份子 所以呢 我们学习论语呢 其实从中间呢 就是探讨呢 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 独特的一个个性 或者说独特的一种精神 这个个性精神呢 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啊 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 那因为呢 为什么要从论语中间来探讨呢 因为 论语呢 讲的是中国的文化中间呢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现实人生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讲自己的个性也好 讲民族的精神也好 它其实就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当中 那什么叫文化呢 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 这种心理素质 思维方式 行为方法 价值取向的一个总和吧 因为上节课咱们有学过啊 说到这个文化 那叫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这是中国 这个易经中对这个文化的定义啊 那人文呢 是人群相处的现实 那人群相处的现实呢 是有人呢 就有人群 有人群自然有人群相处的 种种的这种花样啊 文呢 通文路 就是角色旁那个文啊 那个花样的意思 那这个是一个现实 那么但是呢 就是顺着这个人群相处的这种 人文的这种花样啊 从而呢 就是演变出种种的方法 最后呢 能够形成一种天下 什么叫天下呢 就是形成一种人与人能够 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群 都能够和谐相处 能够共荣 共包的 这样一种理想的这样一种大群 那这个呢 就叫化成天下 那前面这部分的现实 后面这部分是理想 所以呢 这个文化两个字呢 包含了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 及理想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 朴素的这种文化观啊 所以呢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 就是这个声明之初啊 我们的这个文化观 和这种人群观呢 就已经超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 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追求的是天下的概念 天下大到什么 大到就是所有人群 所有人正在相处呢 那么必然呢 会有这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那必然有不同的这种花样 那怎么样把它融合在一起呢 这个呢 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任务 那这个任务呢 是我们古代是由圣人来去探讨的 来去这个发现的 然后再去这个预化天下的 那不管怎么说呢 在我们的这个 圣贤的这个思想当中 这个人群呢 不管它多大 最终呢都能够化成天下 都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们看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从中原这样一个小地 慢慢的慢慢的 变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 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大的中华民族 它一点一点向外延伸 大家其实稍微懂点力就知道 就是这个呢 不是通过一个向外的扩张 或者向外的侵略来完成的 这个反倒是就是我们经常的会 中原这个民族经常会被侵略 被征服 但是呢 这个中华文化呢 却在慢慢的向外的这个辐射 乃至于就是越来越大 乃至于人口越来越多 那么它实际上 它是一个向内凝聚的过程 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向外扩张的扩张 而是一个向内凝聚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 和西方的这个文化的扩张呢 刚好是相反的 西方的文化的扩张呢 是一个向外侵略的过程 那我们呢是一个向内凝聚的过程 所以呢 知道这一点呢 对于知道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当中呢 人具有一种这种隐忍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 不是我们经济化 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嘛 我们经常有说句就是说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啊 那我们中国人到哪里呢 都能够生存 都能够融合啊 都能够在当地生存和融合 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文化的这样一种理念 始终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啊 那如果对这个东西呢 有个有个充分的了解啊 充分的学习呢 我们将了解自己呢 才能够更好的发展自己啊 那我们呢 就能够更好的去运用 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 来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 的这个人文啊 好 我往下走啊 先进篇第十一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啊 第十七章 柴也鱼 深耶路 诗也辟 有也艳 从这一章下面呢 好几章的都是关于弟子和弟子之间的 这样一些内容啊 那从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就是 孔子呢 他所主张的 或者他所喜欢的 不是标准化的 一种把弟子切成一个标准化的豆腐块 他所喜欢的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不同的性情 那么我们呢 就是要依照他各自的性情 让他往前发展 让他能够这个 这个最后能够一于大道 成于大道啊 那孔子呢 对自己的弟子做了几个评价 这里面是其中四个弟子啊 一个是叫做柴 柴呢 就是叫高柴 他叫子高 自子高 那子高这个人呢 他的这个性格呢 是比较矮板 比较鱼 鱼就是鱼直 比较矮板 比较直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在这个背后呢 是子高这个人的人品 人品非常好 那这个子高这个历史背景交代一下 子高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而且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 据说他活了一百二十八岁 这是传说啊 活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子高这个人呢 为人呢特别的好 叫做足不履隐 岂折不杀 方掌不折 执亲之丧 气血三年 未尝 未尝见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呢 有一颗爱心 第一部分讲他有个爱心 这个爱心做到什么程度呢 走路呢 不踩别人的影子 我们讲影子无所谓啊 好像跟这个别人也没什么关系 可是呢 他连别人的影子都不踩 起折不杀 刚刚这个春天出来的这个虫子呢 他是绝对不去杀害他们的 方掌不折 刚刚长出来的这个柚 这个柚枝 这个树上的柚枝 这个细嫩的这个树枝 他也绝对不会去折他的 这就表现了这个子高这个人呢 他有一颗纯真的爱心啊 那执亲之丧 气血三年 未尝见尺 是反映这个人呢 他在学习这个孝道的时候啊 他学到的东西呢 他是真真实实用在自己的身上啊 这点呢 做到是非常难的 就是当亲人 自己的亲人去世的时候呢 自己为了怀念亲人呢 在这三年当中 守孝三年当中呢 就是无声的哭泣 就心中呢 常怀一种悲气 气血并不是真正是 把血这个哭泣出来啊 指的是没有声音啊 没有声音 这三年当中啊 然后未尝坚持 因为呢 给亲人手伤的时候呢 不能够太过欢愉 那不能够太过欢愉呢 在礼上呢 要做到什么一个程度呢 就是当我很高兴 我笑的时候呢 也呢 有所节制 牙齿不露出来 那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难行的啊 就是理论上容易学习 但是真要行的是非常难行的 那子高呢 是确确实实做到了啊 那子高呢 同时呢 他也是孔子的学生当中的 做官时间最长的 他曾经四次在鲁国和卫国当官 做过很多的这种实际的这种行政管理工作啊 口碑都是非常的好啊 那孔子呢 对他也是非常的欣赏 那我们知道就他跟子路是好朋友 他在卫国当官 那卫国发生了这个政变 那当时子高呢 就见到这个形势不好就跑出来了 那子路呢 碰到了子路 劝子路呢 就是说我们赶紧逃跑 可是子路不听 子路呢 还是跑回去了 跑回去了之后呢 那个最后呢 被这个在战斗中死 就是战死了啊 那有这么一个故事 我记得跟大家讲过 卫国发生政变的时候 当时孔子有一个判断 他说子高呢 一定会平安回来 因为子高这个人平常呢 就很谨慎 那么子路呢 可能会不免于难 因为子路这个人太刚猛啊 那我们讲这个 这里面这个鱼啊 并不是说 说子高太笨了 实际上是他呢 这个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子高呢 他跟着孔子学习啊 他学到每一点呢 他就任人去执行 绝对呢 不会就是打半分的折扣 那尤其是在这个理的学习上 刚才讲到这个七十三年 未尝建持啊 实际上呢 孔子呢 是非常欣赏鱼这样一种品质呢 因为鱼这样的一种品质呢 他实际上里面含着一个什么品质呢 就是很淳朴的 这种去执行一件事情 听到一个道理 去认认真去执行 去在自己身上践行的这样一种特色 那身也鲁 那这个是指增身 说增身这个人呢 有点鲁顿 鲁顿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学东西呢 比别人要慢 就是有点迟钝 包括说话哈 好像都有点慢 我们在这个 那个自己同学在一起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经常见到这样的人 这个人好像理解东西总比别人慢半拍 那如果这个鲁顿呢 这个人呢 不好好学习 或者学习又不是很勤奋的话 那么他往往呢 就是成绩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人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这个人呢 比较鲁顿 但是呢 能够持之以恒的 坚持学习 反而呢 他学了下来东西呢 是非常的扎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 人有的时候呢 他很聪明 思维敏捷 往往呢 就是很多东西一讲 他觉得自己就懂了 也掌握了 老是去问他问题 他也能够对答如流 反而呢 他在学习方面呢 就会存在一种轻视的态度 就觉得 我都懂了 我可以学下面了 前面的就可以不学了 那最后呢 他这个基础呢 打的呢 不如这个鲁顿的人扎实 反而呢 在往上走的时候呢 就有困难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 在那个博士啊 教授啊 大家会注意啊 尤其是这种人 你会 你会注意观察一下 鲁顿的人比较多 像陈景锐 对吧 我们大家都常说的陈景锐 还有很多在物理学问 比方说像爱迪生 像那个爱因斯坦 你会注意到呢 他们都有一点鲁顿的特性啊 鲁顿的特性啊 那但是最后呢 他们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呢 反而是特别的高啊 在实际上的成就 那我们讲 曾森呢 也是非常一个典型 曾森呢 因为自己呢 性格比较鲁顿 跟他的父亲刚好相反 他的父亲是非常洒脱的一个人 很聪明 那但是呢 因为这一点呢 他跟着父子学习的时候呢 是亦步亦趋啊 无日三省无身 对吧 这是曾子自己说的 对吧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这是老师教他的啊 就是说你每天都要想这三件事情 那曾森呢 就认认真真的 就把这三件事情写下来啊 就天天就反省自己 那我们知道 在清朝的时候 曾国藩也是这么一个人物 曾国藩呢 其实呢 小时候呢 表现很聪明 可是呢 这个科举呢 其实也是考得很艰辛 那在这个 自己在这个一生当中呢 自己评价呢 自己呢 就是不是很聪明 但是呢 有一点呢 就是每天能够反省 写了一辈子 这个日记啊 每天写 写了一生啊 这都是这个 鲁顿的这样的一个资质的人啊 他如果能够持之以恒 所能够表现出了一种特质啊 所以呢 最后呢 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孔子 学说的精髓的这个部分呢 那是曾子啊 所以他最后是就是忠诚大器啊 所以这个鱼和鲁这样两个性格啊 其实是我们现在呢 经常忽略的 比方我们搞子女教育的时候 如果孩子表现的有点鱼 有点鲁 我们会非常的担心 其实呢 这恰恰是我们可以用 可以利用的一个地方 因为呢 我们可以 让孩子呢 因为这样一个点啊 发展他一种持之以恒 情恒赌学的这样一种 学习的态度 那这样他的成就呢 反而是最高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体会 我小时候就比较笨 小时候真的是比较笨 那个 所以当时我父亲教我学习的时候 就教我方法 什么东西呢 你把它背下来 所以呢 我就老老实实的一本书一本书 每本教科书我都背下来 那背下来之后呢 对我的学习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促进 所以到高中的时候呢 我的学习成绩呢 就基本上是一记绝尘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自己呢 也是体会挺深刻啊 好 诗也辟 那子章呢 是他的一个学生 子章呢 是辟呢 就是志向高远 然后呢很有才华 但是稍微呢 流于这个偏颇 偏颇啊 就是容易嗜财傲物啊 那我们在这里面讲过两个学生 一个叫子章 一个叫宰我 都是属于这个才华横溢啊 但是有点嗜财傲物的 不过这两个人呢 有个本质区别 宰我呢 是嗜财傲物 所以呢 老师教的东西呢 他经常听不进去 会反驳他 这个就阻塞了他这个上进之门 尤其是他的口子还非常好 那子章不一样 子章呢 是非常认真的跟着老师学习 老师学的 老师教的每一句话呢 他都记在心里 去实践他 所以子章呢 是稍稍有点偏 那孔子说他偏的意思呢 是说 他因为这个外在的这个才华 流露出来的非常多 那么容易会引起他呢 有的时候呢 会注意不到自己的缺点 但是呢 子章本身在学习方面呢 是非常的扎实的 但是呢 孔子经常也对子章有所教育 就是希望他呢 不要流于华尔布什 那我自己看历史资料呢 也知道子章 其实并没有流于华尔布什 他后来呢 也是认真的 这个传播孔子 他的老师教给他的学问 那子录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比较刚猛啊 我们知道刚猛 实际上呢 并不是一种不好的性格 只是说呢 他会容易流于莽撞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啊 好 那正是因为每个学生啊 每个弟子有不同的性情 所以这个阴才施教 才是非常重要的啊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孔子 很多阴才施教的这个例子啊 子曰 回也其树乎 吕空 赐不受命 而获之焉 亦则吕重 这是说两 另外两个学生啊 一个是颜回 一个是子贡 孔子说呢 颜回呢 也差不多进道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孔子最欣赏的弟子 就是颜回 只是生活呢 常处于空法啊 颜回的生活是比较穷困的 子贡呢 不受命而获之焉 就是不接受公家的命令 那个时候呢 那个做生意呢 实际上是 要政府这边要 给予一些 类似于像审批之类的啊 那子贡呢 是自己没有接受公家的命令 就做生意啊 经商 那我们知道子贡经商是非常成功的 以至于在史记当中 那个货之列战里头呢 呃 子贡呢 是在里面列出来啊 据说他的这个财富呢 富可敌国啊 然后去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大受欢迎啊 国军要亲自出来扫地来迎接他啊 那这是一种尊重的礼节啊 说呢 不受公家没有经商 那么他是一个天才 经商天才 所以猜测物价呢 总是很准 啊 这是一种说法 那另外一种解释呢 啊 因为古文嘛 那个历史情况不了解 所以后面有不同的 经常有不同的这个 对这个这句话的一个解读 那另外一个解读呢 是从这个上一句 这个其他弟子这边评价过来的 那是说呢 颜辉呢 也差不多进道了 但是这个吕空呢 是解释成呢 他进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呢 长虚而不累 就是处于这种虚心的状态 不为外物所累 所以呢 这个呢 已经非常接近于中道了 所以呢 这个吕空解释为呢 长虚而不累 居于中道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解释 我就不在这里不说了 因为很多种太复杂 我们取着两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解读方法 那对于子宫的这个解读呢 也不太一样 那他说呢 子宫呢 不受命呢 是说不受天命 不接受天命的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老师教给他的这个 要他去在这个学问上 这个进展的话 他最终呢 还是选择了这个经营这个商业啊 不受天命而经营商业啊 来获取利润 那么但是呢 子宫呢 他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经商当中呢 他的头脑很清醒 不为财富所迷啊 所以呢 他在这个老师教给他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他在学习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悟性很高 经常能够这个体悟到 而自己的这种言行呢 也能够合于这个大道 但是因为呢 他被这个 这个自己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追求呢 所谦判啊 所以呢 他在这方面呢 总是不能够继续 也就是他体悟到了 但是他没办法就是说 能够继续的像言辉一样呢 能够在这方面呢 能够自己去实践啊 这是两种解读的方法 那大家都可以从 哪一种方法都可以 就是从这个方向呢 大家可以给一点思考啊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好 这个呢 是关于子章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 子章 问善人之道 子曰 不见记 亦不入于世 那他的弟子子章呢 问老师 这个善人 善人呢 实际上是指的是 善于乐于做善事的人 就是做好事的人 就我们说呢 经常做好事的这种善良的人啊 那一般来说 我们称他为善人 是指他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才智非常美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颗经常做好事 经常帮助别人的这样一种心 和这样一种行为啊 但是呢 他不是那个孔子所说的君子 也不是孔子所说的贤人 那孔子呢 那个于是他的弟子呢 这个子章呢 就问他 说这个 善人呢 往上走 往前走 这样的一个路径啊 继续提高自己这样一个路 是什么样一个路呢 那因为孔子呢 是觉得就是你要做圣贤的话 应该再学习做一个善人 但是呢 仅仅是善人还是不够的 要继续往前学习 那孔子就说呢 不见记 亦不入于世 那孔子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跟着前人学习 那跟着前人学习呢 就是孔子自己说的 恕而不作 信而好果 就是跟古代的圣贤来学习 那这个学习呢 就是 如果呢 你不跟着这个前人的学习 比方说 你有一个很质朴的 这样一种品质 善人的品质 但是如果你不跟着圣贤学习 你也最多呢 就是达到一个这个 灯堂的一个地步 那也不可能做到 这个入室的程度 那这个呢 大家前面记着 跟大家说过 这个在子录那一章里面 有说过 就是 有也 灯堂以 而为入室 那灯堂入室呢 是学习的 其实是一个路径 那首先呢 是这个入门 入门呢 就是 然后接下来是上堂 我往前调一下 等一下 清楚 应该是在这儿 对 我们讲 学习呢 有入门 上街 登堂 入室等阶段 是有潜入室啊 所以升堂 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就是说 做一个这样的善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呢 还没入于室啊 好 这是给子彰的一个告诫 那接下来呢 这个孔子继续 讲到 这个也是跟前面 跟子彰的 这个给子彰上的 这个课有关系 我们一起读一下 子曰 论读是语 君子者乎 色装者乎 那这里面讲到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 一个人的 是不是君子呢 孔子说呢 这个要仔细观察 一个人内在的 一个修养程度 那 他说呢 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一个人呢 他说话呢 很赌实 我们讲赌实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说话呢 第一呢 很有道理 就说话都在这个道理上 第二个呢 这个人说话呢 很实在 不浮夸 那从这一点呢 其实可以已经判断出 这个人呢 是一个素质很高的一个人呢 但是不是说呢 我们就从这个呢 就能判断 决定这个人呢 就是君子呢 不一定 那其实孔子 对于君子啊 谁是不是君子呢 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 孔子说呢 要通过各个方面来判断 所以说呢 孔子在这里面说呢 就是 如果呢 一个人呢 只是言论笃实 言论 孔子对这个言论 是特别紧实的 你就称许 他是一个君子呢 他说那个 太 太这个 清帅了 你哪知道 他是一个君子呢 还是只是说呢 他的容貌上 那么庄严 就也就是说 他的言论 也许呢 是训练出来的 也许是训练出来的 所以呢 要从各个方面观察 我们知道呢 孔子呢 谈到这个人呢 谈到君子呢 非常慎重 他有很多的这个标准 比方说 他在讲那个君子的时候 说到那个 那个魏国 政国的资产 他资产是君子 那君子之道四 他从四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个叫 其行己也功 自己呢 对自己的要求呢 非常的严谨 其行己也功 任何东西呢 这些道上 亲身实践 严谨 谨慎 亲身实践 其事上也敬 他作为一个大臣 对自己的这个国君 上面的这些人呢 非常的尊敬 这是做了进了君臣之道 其养民也会 那对老百姓呢 是非常有爱心 做任何事情呢 都是为了使老百姓 能够得到恩惠 其使民也义 使用别人的时候 使用老百姓的时候呢 非常合时宜 绝不会滥用 那你看从四个方面 从他为人 从他对待他的这个领导 从他对待他下面的人 这样一颗心 和这样一个方法 这四个方面 那么才得出资产 是一个君子 所以君子呢 这个方面呢 我们观察一个人 是不是君子呢 要从他的这个言 行 还有他做的这个事情 所产生的这个结果 这些方面呢 去做一个完整的观察 最后才能够去 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人呢 是不是一个君子 好 我们再学一章 好 子路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如之何文思行之 然有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公熙华曰 有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赤也获 敢问 子曰 求也退 故进之 有也奸人 故退之 有个字打错了 自打错了 好 刚才我们讲 英才诗教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子路呢 有一天问老师 说 应该是同一个时间 他说 老师听到了 一个您讲的道理 是不是马上就要去执行 去做呢 公子说 那不行 他说 我们在家里 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请示自己的父母 这是第一条 第二点 还有兄长 自己的兄长 自己也要去请示 要跟他们商量 商量完了之后 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怎么能够说 听到一件事情 马上就去做 这是不对的 我们讲 比方说 我们讲过去 有一个理 父兄在 不须有一死 不有私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有父兄在的时候 你不能随便跑起你的生命 不能够就是存私财 我们知道历史上 也有这个例子 比方说 如果要是 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不要当冲在最前线的 这样的勇士 因为你要考虑到 你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要为自己的父母 要保留自己的生命 要更谨慎 所以 孔子就用这句话来教育他 你一件事情要做之前 一定要先跟父兄商量一下 请示一下 再去做 然后子路离开了之后 然有进来 又问了同样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 是不是我们听到一个道理 就要马上去做 孔子说 那当然了 马上去做 一秒钟犹豫都不能有 然后正好 龚熙华在旁边陪着孔子 我们知道孔子 平常身边都有一个侍者 有时候两个侍者 或者三个侍者 照顾孔子的旁边的一些 这种端茶倒水 今天正好是龚熙华 当然了 能做这个侍者 是非常了不起的 如果说我在孔子那个年代 我巴不得天天 站在孔子旁边 给他端茶 给他扇扇扇子 因为这个学习的机会太多了 这一直在学习 一边端茶 一边扇扇子 一边就听到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对话 不断的学习 还可以提问题 所以这个位置在当时 一定是抢着做的 那龚熙华就去问这个老师 他说 刚才听了您跟两个师兄的对话 我有点问题 他说这个子录问 听到一个道理 要不要马上去做 您说呢 不行 你得先问过你的父亲和兄长 不能够马上去做 问完了之后商量 完全去做 他说这个染球问呢 这个有听到一个道理 是不是要马上去做呢 你说 哎呦 马上去做 不能够这个有一秒钟的犹豫 我就有点糊涂了 您这说话前后矛盾啊 你老师说话 怎么能够前后矛盾呢 一个道理 写在这个上头 听到一个道理就要执行 这句话 不是您说的吗 您怎么对不同的学生的 讲完全矛盾的话呢 那孔子就跟他说了 说啊 教育啊 一个人呢 一定要因财施教 要根据他的性格 去纠正他 使他合于中道 中道呢 才是人种对的一个道路 那比方说 像这个染球啊 他的一个性格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做事情呢 就是瞻前顾后 思前想后 尤其是在这个个人修养方面 总是觉得自己呢 好像做不到 而作为借口不去做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推他 要他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机器 马上去做 那子录呢 是刚好相反 子录呢 在学习的道理啊 去执行方面呢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子录闻过则洗 子录这个 听到一句道理呢 如果没有马上去做 都不愿意听到下一个道理 但是呢 这个呢 也不是中道 有点过了 过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呢 这个东西道理呢 要反反复复复思考 成熟 另外呢 还需要跟别人去商量 听取不同人的意见之后呢 再去做 这样的话 这个呢 才呢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鲁莽的这个性格 急躁的这个性格呢 能够往回拉 拉回来之后呢 再去做呢 就刚好呢 就不会过头 啊 所以呢 孔子呢 就是要告诫这个子录呢 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勇猛精进中间 这个鲁莽的这个部分 要拉回来 啊 所以孔子呢 就是跟他说呢 说这两个呢 我用不同的方法呢 其实呢 都是对的 对的什么呢 就是要把他们拉在这个中道上 要他们合于中道 所以这里面呢 你看到了就是 如果我们要是 比方说 对这个孔子不了解 我们说 哎呦 一个学生来了 说老师说话 矛盾 啊 而且呢 是两面派 跟这个人说 是这样一种说法 跟那个人说 是那样一种说法 啊 这样的老师 标准不够 啊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公谢话记下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孔子不是标准 孔子的这个标准就是 任何事情呢 就要合于中道 那根据每一个学生呢 去因才施教 啊 因才施教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 我的这个讲就讲解到这里 想问一下 就是 各位家长老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不过要是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还是一样啊 我们 呃 我之前说过啊 就是我看后来有一些上来的比较晚的哈 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参加这个十点钟准时开始我们一起读啊 因为我觉得读呢 共同送读呢 比听我的讲解更重要啊 如果要是时间不够的话 我宁愿大家呢 嗯 投十分钟一起读啊 可以忽略掉我的讲解啊 也不愿大家呢 就是这个没有一起读而只听讲解啊 好 那我们呃 下午呢 还有了凡四星的学习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欢迎大家那个继续参与学习啊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呃 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 我们下周呢 继续进行我们的论语学习 那今天呢 是呃 应该是明天吧 明天是端午节 所以在这里呢 也祝各位家长和老师 端午节安康 周末愉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魏老师 也祝您端午节快乐 好的 谢谢魏老师 谢谢 端午节快乐 谢谢老师 老师端午节安康 谢谢魏老师 好 端午节安康 好 高老师我已经给您了 哦好的 感恩魏老师 端午节安康 辛苦你了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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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